这个灯能够管 实业家李清豪博士一早开始忙碌 为接下来的推广艺人以下运动做好准备 我们有没有想过 这些羊啊 鸭啊 牛啊 鸡 他们也是他们父母的小朋友 所以 为什么我们要吃他们 我看到我的员工他们都很开心 因为他们觉得我们老板有关心他们 然后给他们有机会去了解到吃素的好处 还有一人一扇的意义 在制衣厂生产线工作的李彩珠 是一名听障人士 疫情期间 他也曾投入帮忙车口布口罩和房屋衣 对于一人一扇举动 他也一样不予余力 是我们这位师姐的服务领包 然后他每次做工的时候 他就会跟他的服务领包提招一下 他就是很愿意 当然觉得这个服务领包 多年前已经是此季月捐会员的曾和忠 负责向同事们收集善款 大概在2004年 我刚刚来这边做工 已经有开始人收集夜捐了的 后来就以李师姐来找我 所以我就开始帮他收 我做得也是很开心的 可以帮助他脱离苦海 失比受更快乐 因为他的这个善念在16年前 然后延续这样子的善行 所以今天2020年我们就来到这边 这样子的一个善心善行 让人呢告诉我们说 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面 使这次的疫情那么的严重 然后我看你们实际人 还是那么的积极去把这个 这个一人一扇的这个活动去推出来 一人一扇希望人人能够做到 爱撒人间植福田 实业家积极详意一人一扇运动 把爱散播到公司的每一个角落 大爱新闻 马来西亚潘维宁 林雪薰采访报导 多一份善念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扇远离灾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